姐妹平安 喜不喜歡傳福音 喜不喜歡 感謝主 接下來星期二是甚麼日子 大年初一 所以預祝大家 農曆新年快樂 其實中國人是最划算的 1月1日一個新年 2月份過多個新年 今天大家看看 有些人穿了新年的服裝回來 就是我們麥牧師和麥斯牧 還有林太 還有很多 很開心 新年喜喜揚揚 開心是好事的 但我們希望 不單止新年的時候 開心 我們希望新年打起 之後也開心 好嗎 之後也好 那怎樣可以之後也好呢 就是跟我們的福音有關係 耶穌基督的大使命說 我們去傳福音使人造門頭的時候 祂說 常與我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們如果想日日開心的話 我們的眼目要看著大使命 才會開心 老實說 2019年已經過了一個月 零三日 計算數 很快又完 我都很害怕 人們經常說我最年輕的 我都不年輕了 因為很多病 都是好年輕 所以我們 在去年的時候 粵語堂有條有理 地完成了希伯來書 其實我上一堂 講書 才講那麼久 進入2019年 我們有什麼大計呢 我應該在這個時候 講清楚 2019年2月份開始 我們的講壇 會開始一個新的書卷 的系列 是什麼呢 題目叫做 天國的福音 所以今天的講題叫做什麼 不如一起讀一下 預備起 迎節天國的福音 其實怎樣迎節呢 就是無論我也好 吹全道也好 我們都會按著 馬太福音 逐章逐章這樣說 我們是以書卷為主的 就不會說我有一套 他有一套 吹全道已經贊成了 當然是談過了才是 不過當然 我們就說 每個月的第2個主日 是福音主日 對不對 有時候有些母親節 復活節 父親節 那些我們就可以用其他經文 因為 你母親節 剛剛那天是 哇 猶太上釣 萬一是 我們就有這個自由 但正常情況之下 不是 我只是說笑 我們都會照著馬太福音 來講福音書 自然 今天是講馬太福音的第一章 每次第1個主日 會眾又緊張 牧師又緊張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每次第1個主日 就是我們的主餐主日 主餐主日 已經去到40分才開始講到 如果今天我要講完馬太福音第一章 十二點半才講完 這樣大家就說 死了怎麼辦 所以大家又放心 今天我是用馬太福音 講天國的福音 你想不想早點去喝茶 你想想 你在心裡 就為你的牧師祈禱 主要求你保守陳牧師的口 說一章快快 說完 但又要原則原味 你祈禱 你能不能喝茶 就看神是否聽你的禱告 是吧 好了 我們一起迎接天國的福音 我們讀一下我們的經文 我們起了 不是讀 我們打出來的 一起讀一下 預備起 艾伯拉罕的後裔 大衛的子孫 耶穌基督的家譜 耶穌基督講生的事記在下面 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藥室 還沒有認取 瑪利亞就曾聖靈解了人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他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女救出來 這一切的事承受是要 仍然主席先知所說的話 說 必有同女懷孕生子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來利 以馬來利翻出來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一同討告 親愛的八天父 當進入了2019年 現在是我們的農曆新年 願意你賜給我們粵語堂的弟兄姊妹 一個新的朝氣 以及賜給我們清楚的異象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 摘根聖道 經歷真神 我們願意由農曆新年開始 我們的聖道 摘根在天國的福音裏面 我們會根據馬太福音 查考馬太福音 分享馬太福音 而學習天國的福音 我們不僅要學習 我們要全揚天國的福音 我們也要接受天國的福音 以及活出天國的福音 親愛的聖靈 肯求你幫助我們每一位 願你的話語打開的時候 就發出亮光 開我們的眼睛 讓我們看見你話語的奇妙 開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聽見聖靈微小的聲音 讓我們的生命 因著你的話語 而改變 被你的話語而得著 肯求你賜福我們 亦復興我們 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命而求 阿門 請坐 天國的福音來到了 天國的福音來到了 大家要怎樣 接受 開心 在聖經裏面有四卷的福音書 很多時候我們說福音福音全福音 甚麼是福音呢 其實我們要以甚麼態度面對福音呢 我們首先搞清楚天國和福音 和馬太福音裏面的天國和福音 其實福音說出來很簡單 福音是甚麼意思呢 好消息 Evangelion 全福音的人叫Evangelist 這是希臘文 其實福音就是好消息 大家想不想聽到好消息 有甚麼人聽到好消息 就很害怕 不接受 不會的 是嗎 在羅馬的時代 當有匹馬騎主 進入城之後就說好消息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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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甚麼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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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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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明白嗎 以前不是用網絡 以前不是用報紙 以前是靠人用匹馬 入過城 接著是甚麼 好消息 好消息 接著是甚麼 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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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為甚麼 如果騎馬回來 即是打勝仗還是打敗仗 打勝仗 仇敵本來要攻過來 要拿走我們的地 拿走我們的財產 殺害我們的生命 搶走我們的親人 但現在不用怕了 甚麼 我們打勝仗了 不單止不用受仇敵的威脅 我們要享受今年的大平安 是否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叫甚麼 起落的接受 原來福音 是一個好消息 即是說甚麼 我們應該用起落的心 即是說在福音之前 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是壞東西來的 原來在我們聽到福音之前 我們是有好大的壞消息等著我們 我們的仇敵魔鬼 要搶走我們的生命 搶走我們的永生 搶走我們的屬靈的財產 搶走我們與神的關係 搶走我們與人和睦的關係 這是我們仇敵要做的 但是 大家不用怕 怎樣 我們是打勝仗還是打輸仗 打勝 耶穌基督已經打敗了仇敵魔鬼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最得赦免與神和好 可以享受和平大愛 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好消息 所以我們要甚麼 接受 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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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不起落 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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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來到教會都頗起落 結果 我開玩笑 取傳到突然間 不知甚麼 搞得我好激 其實沒有這樣的事 我講個例子 人是很容易沮喪 這個世界充滿著負面的消息 但是 感謝神 神賜下福音給我們 好消息 我們是否要起落 搞清楚 好消息講清楚 既然講清楚好消息 我們要講天國的福音 我很開心 昨天 許統紅莊 執事 用三個小時 教末世論 幫我解釋清楚 天國和神國 有去的 五十多位就知道 現在有人舉手 未去的那些 有這些講座 個個都應該要去 為甚麼特別是天國的好消息呢 大家要記住 天國這個字 是在馬太福音才出現的 你仔細些查一下經 聖經裡面福音書有多少卷 四卷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頭那三卷就叫做負類 即是差不多的 負類福音 最後一卷約翰福音 記一些方式不太同 大家的目標對象都不太同 但是 天國這個字 是在馬太福音才出現的 其他那些沒有甚麼 有 其他三卷福音書用甚麼字 陳諾來過 用甚麼國 神國 所以有些人有大作文章 當然 有一派系的人 有一個叫做時代論的人 昨天解釋得很清楚 幸好今天不用怎麼解釋 就說天國和神國不同 天國怎樣怎樣 神國怎樣怎樣 將來千禧年的時候 到了地上 天國怎樣怎樣 神國怎樣怎樣 但是說這麼多 你猜一下 陳諾思的另外一派 就說天國和神國 基本上沒有甚麼分別 你猜一下 陳諾思是不同 這一派 還是一樣這一派 你猜一下 我都要學我的老師 不告訴你 我今天起床 就是不同的派 我明天起床 就是相同的派 不過 我有我的編號 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很喜歡我老師這一招 因為在華人教會裏 很多時候就是為了天國 神國 甚麼東西 僵持不下 你總之不維持是一樣的 你以後不用來教授 有些真是這麼厲害 我覺得 我們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雖然 我是有我的編號 其實真正的天國和神國 有沒有不同呢 是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才知道的 這個不影響我們得救 不過 你如果問我有沒有編號 我有 我都不怕告訴你 也不用擔心我 講完之後 以後不用再來講到 因為這裡是我們 洛杉磯國與浸神會的語堂 原來無論天國也好 神國也好 我簡單一點來說 甚麼是神的國 甚麼是天國 甚麼是天國呢 神掌權的地方 就是神的國 神掌權的地方就是神的國 有一個國家一定有一個王 上帝在天國中 神國中 上帝是王 神國是王 我們天國的軍王是誰 耶穌基督 希伯來書上了這麼久 教會中問甚麼問題 答案都是甚麼 耶穌基督 是的 天國的軍王是耶穌基督 上帝只要掌權的地方 就是天國 就是神的國 明白嗎 那你說我的編號是甚麼 大家猜猜我的編號 天國和神國 相不相同 相同 不然牧師一看就知道了 我經常這樣說就知道了 你說為甚麼基本上是相同 第一 除了大部份的聖經學者都說是相同之外 你如果看 《父類福音》 《馬太、馬可》 《勞家、約翰》 逢親說到天國的比喻 如果有相同 甚麼 《種子的比喻》 記不記得嗎 《殺種的比喻》 你去到馬可福音 就是神國的比喻 馬太福音 就是天國的比喻 我比較接受一個解釋 為甚麼馬太福音 就是用天國不用神國呢 是因為馬太福音 寫的對象是猶太人 而猶太人 乎你直接說神 這些名字 是很忌諱的 這是真的 他們猶太人也不直呼 耶和華的名字 所以馬太福音為了 他的對象猶太人 就用天國 避開他這個忌諱 OK的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叫做 secret sensitive 因為對象是猶太人 馬太福音寫的對象 主要是給猶太人的信徒去看 所以馬太福音 引用很多舊藥 耶穌基督會降臨 即利塞亞救主會降臨的經文 舊藥新藥 舊藥新藥 這樣對比 所以他用天國 不用神國 但是如果我們看馬可福音 一定是用神國的 馬可福音寫給外邦人的信徒 所以我們剛剛信主看哪些福音 我問你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 我們外邦人 看馬可福音 馬太福音夠快 即刻 即刻 十六張 十六日 看完 耶穌多好 剛剛信耶穌的是看馬可福音 十六日看完 因為我們是外邦信徒 路加福音寫給誰 提阿菲羅大人 都是寫給外邦人的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寫給全世界的人 太初有道 道於神同 所以 包括猶太人 包括外邦人 另外那三卷都是神神神 約翰福音的主子 要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Hotheo 即神神神神神 現在我們搞定天國 天國福音 我們搞清楚 既然是天國的福音 即是代表什麼呢 神掌權的範圍 是在天上還是地上 在天上一定是神掌權的範圍 但是在地上 原本神創造宇宙 都應該完全是神掌權的 但是唯一他愛的人 他給自由 以致我們 我們選擇信仲他 即是背叛他 我們從始祖開始 我們選擇背叛上帝 在地上充滿著罪惡 背叛他 不是神不掌權 神仍然掌權 不過他看著在地上 這群他所愛的人 在背叛他 而魔鬼撒旦 直著罪 直著死 來奴役 我們這群神所愛的 他所做的人 神很傷心 神猜派他的愛子 江西成為人之後 要破壞魔鬼的工作 破壞罪的工作 把蛇的頭 粉碎在地上 拯救我們 這個叫什麼呢 天國來臨在我們中間 神掌權 直著耶穌基督打敗魔鬼 直著我們 相信神 拯救了我們 以至神在哪裡掌權 神在你我的心中掌權 以至在地上的人 不明白天國掌權是怎樣 見到我們這群得熟的人 見到我們讓神掌權的時候 從你我身上 見到少少天國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明白嗎 所以天國和我們教會很有關係 但是記住 教會不是天國 很有關係 很有關係 還有一件事情 不要搞錯 真的不要搞錯 歷史、歷代、時常搞錯 我們要地上努力建立天國 真的不要開玩笑 這個真的是錯 你說什麼呢 他們認為在地上 地上的基督徒當然要參與文化 地上的基督徒當然要扶貧 我們基督徒如果在美國當然要投票 當然要參與 我們要按照聖經的價值觀投票 當然要做 但是對不起 我們不可以按照我們的意思 和努力在地上建立天國 你知不知為什麼 天國是誰說事 說天國是相帝說事 是耶穌基督說事 如果我們建立誰說事 大家明白嗎 歷世歷代 就是因為很多人認為自己的團體 要在地上建立天國 搞到烏裏碼茶 真是烏裏碼茶 他認為自己是什麼 耶穌時代都有 耶穌門徒的時候 有一個叫粉銳黨 知道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羅馬政府 是這些外邦人的政府 我們如果要神在我們中間掌權 第一件事推翻了羅馬政府 我們就可以了 他們真的這樣想 耶穌怎麼說 我的國不在這地上 我的文也不在這地上 如果在地上說 我的文會為我爭戰 耶穌怎麼說 耶穌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在地上 無論遇到什麼 我們是讓世人藉著 我們嘗到天上的國 是怎樣 我們不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 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不要再 我們要報入歷史上這些錯誤的教導 以至搞到烏裏碼茶 我們要回到天國裡面的福音 這就是馬太福音裡面的天國和福音 我們搞清楚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看幾點 重點 我清停點水說馬太福音第一章 我們怎樣迎接天國的福音 如果我們要迎接天國的好消息 其實馬太福音自理玄機 叫我們迎接誰 如果我們要迎接天國的來臨 天國最重要的是有誰 有王 我們就要迎接耶穌基督作我們的王 馬太福音第一章 就是預備我們要迎接天國的君王 為什麼呢 第一節說 大衛的子孫 阿伯拉罕的後裔 耶穌基督的家譜 你說這跟王有什麼事 大衛是誰 是王 阿伯拉罕是他的祖宗 原來馬太福音為什麼要把耶穌基督的族譜 放在第一章一節 就是要告訴那些猶太的信徒 我們在救約的時候 等待著那位的舊主尼采雅 等待著那位的君王已經來到 他就是阿伯拉罕的兒子 丹蘇後裔 大衛王的兒子 後裔 丹蘇後裔 就是誰 逢親問問題答案是什麼 耶穌基督 天國的君王就是耶穌基督 天國如何實現在我們中間呢 迎接耶穌基督 相信耶穌基督 放下自己 剛剛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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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服 我們就可以迎接天國的君王 大感謝神 當耶穌內臨的時候 祂不是等到我們完全做好人才接納我們 在這個俗譜裏面 要清亭點水幾件事情 我說天國的君王 挽回的福音 原來在這個俗譜裏面有福音 其實我講過 我現在清亭點水講過 這個俗譜裏面 講了很多男人 誰的兒子是誰的 誰的兒子是誰的 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天國的君王 是一個歷史主宰宇宙君王 為什麼呢 因為到了最後他的十七節 他說 由阿伯拉罕到大衛十四代 大衛到巴比倫秘魯的時候十四代 巴比倫秘魯到基督十四代 這是他故意這樣記載的 中間有些小的兒子他不記 但是這樣大衛記 十四代十四代剛剛好 代表天國的君王 是在神指定的時間降臨 神掌管宇宙萬物 神掌管人類的歷史 天國君王有完全的主權 但是同時間 天國君王有完全的憐憫 為什麼呢 在第五、第六節 然後第十一節 這裡有講過五個女人 這裡要講得很快 上次我講過一次 他馬 拉俠 路德 烏利亞的妻 最後是瑪利亞 瑪利亞 瑪利亞是最純潔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她是未婚生子 為什麼要寄了五個女人呢 其實 沒錯 這裡要告訴你 天國的君王有絕對的主權 但是去到大愛憐憫 第一個是他馬 他本來是猶大 即不是新約的猶大 是舊約的族長猶大 的媳婦 即是兒子的老婆 但是因為他兩個兒子 都作惡 被神擊殺死了 以至他的媳婦做了寡婦 然後呢 猶太就認為這個人 欺負 不可以再進入家庭 但是呢 長話短說 竟然在猶太太過世的時候 在她空虛寂寞的時候 她回到鄉下的時候 她的媳婦 即是公公回來了 應該要我再嫁回去 公公什麼都沒有了的時候 這個他馬就假扮成為一個妓女 跟她的公公發生了關係 不過這個是猶太 猶太那時候很明顯 那個猶太 很明顯是很放縱 生了兩個兒子 本來猶太很厲害 誰 我的媳婦做了妓女 燒死他 怎知幸運 他拿了猶太那個賬 誰拿這個賬 因為他蒙著臉 他又認不出 那兒子就是他了 猶太說是我犯罪 那就留下兩個兒子 以至這個兒子進入耶穌基督的家庭 請問是醜事還是美事 醜事 下一個女人拉俠 是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時候 兩個探子出來的時候 被人追殺 有個妓女 又是妓女 拉俠接受他們 藏他們 沒錯他本身是妓女 但是悔改了 他說我聽說耶穌華神 很幫助你們 我相信你 請你們攻打這個城的時候 救我們的家庭的命 結果神不僅救了我們的家庭的命 還成為其中一個 猶太師派的太太 而且進入了耶穌基督的家庭 嘩 醜事還是美事 醜事變美事 應該這樣說 下一個更好 講了一整年 路德 大家知道路德 路德本來是摩亞族的女子 摩亞族是受就助的 因為他們不認知以色列人 但是竟然這個路德美美 他歸信耶和華 他嫁了來伯利行 成為了俄貝德 以至成為了千古傳眾的美事 記住路德是美美的意思 我們中間有沒有美美? 有 醜事還是美事? 醜事變美事 然後烏利亞的妻 大衛犯奸人 搶了烏利亞的妻 是不是醜事? 但是大衛悔改 認罪悔改之後 烏利亞的妻生了索羅門 入了耶穌基督的家庭 醜事變美事 最後一個馬利亞 未婚懷孕 卻壞了救主彌裁 醜事變美事 弟兄姊妹 什麼是福音? 什麼是福音? 福音不是我們每個人做到完美 很好 我們先 啊!神 我這麼好 我享受福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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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就是我們在百般的試煉當中 生活當中 什麼 壞事都來到 有些家裡遇到困難 可能離婚 有些被老闆醜了 有些子女不聽話 有些什麼 很多的醜事 感謝主 因為有天國的福音 怎樣? 醜事變美事 所以天國的福音是否好消息? 好消息 真的好消息 天國的君王 我們認知他的時候 是挽回的福音 天國的君王 是什麼? 是一個謙卑的君王 聖誕節 我經常說下面那裡 所以今天我也不說了 說瑪利亞 但我們要 耶穌基督降世為人 住在馬仇裡降生 是完全降悲 為的是什麼? 要拯救我們 在耶穌基督的名字裡說 他的名字要稱為耶穌 耶穌為何? 記不記得嗎? 聖誕節說過 我忘記了 我為何要找崔泉道 幫他預備跑盤 他經常有圖 下次再說 找什麼呢? 聖誕節說過 耶穌的名字就是耶華請救 約書 記不記得嗎? 耶穌的名字就是 所以耶穌來的目的 就是把他的百姓 由罪惡中救出來 好事 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 是怎樣呢? 耶穌不僅要將我們 由罪惡中救出來 耶穌要給我們一個 喜樂的新生命和新生活 因為耶穌的來臨 要應驗以賽亞先知的語言 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翻出來 就是要什麼? 神與我們同在 所以在新的一年 我們預備好自己 迎接天國的福音 給大家一些功課去做 什麼呢? 昨天前日 朝思舞都來了 說我們很難留得住 我們下一代 教會可以提供最好的兒童program 但是教會沒有辦法 將我們的生命 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師母給了我們一些建議 就是我們回家的時候 不要考試密書 你今天在主教學學了什麼? 編治經文 當然我都會找個女兒密書 始終都會 中國人都會密書 但是 子女最想由我們身上 學習什麼呢? 這個是秘訣 我現在要重新學 就是當我們遇到困難軟弱的時候 我們如何靠著我們的聖經 真理來面對 我們可以怎樣跟我們的子女說呢? 今天我聽到牧師講到 最感動我的一句是什麼? 或者今天我們來崇拜 我覺得神最感動我的是什麼? 譬如說 我有三個反省問題 在我生命當中 我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 做我天國的君王呢? 在我生命當中 是否雜亂無章呢? 我兒女都知道 我是否雜亂無章 但是耶穌基督怎樣幫助我 我要怎樣改善呢? 我要跟祂說 我願不願意尚上 經歷主的同在 並且把這個寶貴的福音 傳給人呢? 又可以跟子女聊聊天 或者跟你的配偶聊聊天 在馬拉基書那裡說 但二人在地上要談論他的事情 接著是怎樣? 耶穌華上帝就由天上 質疑而聽 天國的福音來臨了 天國的君王到達了 弟兄姊妹 你要怎樣面對天國的君王 你要怎樣迎接天國的福音 讓我們迎接接受 並且講論的時候 神要質疑而聽 願人都接受這個天國的福音